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我是老頭Old Man 今天呢我們要來開箱 各位看見了這個影片封面 大概也知道今天要開什麼的吧 那今天就是要開探台醬02的這個典藏套組 那這是一個廠商由國外機國外給我的 他說呢這個典藏套組呢 目前已經沒有在生產了 已經停產了 大概剩下100組左右吧 那他現在是以最優惠的價格呢 來販售 全網應該是沒有他這家廠商最便宜的 好,那我們廢話不囉嗦 咱們現在就來開箱 好啦,那我們現在來準備開箱 那基本上呢,這個來就是這麼大箱沒有錯 就是這麼大箱 好不好 典藏套組就是這麼大箱 來,我們來開一個箱 如果你們真的呢 你們真的是一個COSER 或者是喜歡泰坦醬02的玩家 想要收藏這些東西的話呢 已經剩沒多少了,好不好 那為什麼跑不開,跑開了 好,真的已經剩不多了啦 可能這一批貨出完可能就已經真的沒了 好不好 各位看到了沒 這就是泰坦醬02的封面 好,BT7274 好,BT7274 來,給你們看這邊 來,這邊還有一些各種說明 看見了沒有 就是這個最重要的 士官長頭盔有沒有 士官長頭盔 好,還有這個封 這種四面背景的樣子 看見了沒有 來,把它打開好了 把它拉開有沒有 看見了沒有,裡面長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有一盒這個 不過我們要先把這個保利龍給拉出來 這是我們現在的本體 開出來變這個樣子 然後呢 四周圍都是保利龍來著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一些配件 你看 把配件拿出來給你們看一下 看見了沒有 哦,它這個背已經掉了 因為在搖晃的途中它掉下來了 好 獨特的這個背章 好 獨特背章 獨特背章,有沒有 然後還有魔鬼章 好,可以讓你黏在你的背上 這個也是獨特的背章 啊 上面是寫什麼 一虎兵嗎 不知道 好,要魔鬼章可以黏起來 再來就是這個鐵盒 啊,這個盒子 哦 哦 屌哦 筆記本 鐵盒筆記本加一支筆 這就是你們玩那個 泰坦架 你根本不是有一支會隱形的那一支嗎 好 一個迷彩 都可以這樣子 好,感覺好像是什麼 即時戰略遊戲要下棋 有沒有 然後這個是那個點 往哪邊跑那種感覺 這邊還附一些魔鬼章 好,可以讓你黏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東西 然後呢 還有這個就是狗牌 好 泰坦叫02的狗牌 你們看一下 狗牌 怎麼對不到 有沒有看到狗牌 然後這狗牌重點是呢 它其實是一個 8GB 8GB的USB 有沒有很丟 好的 這就是我們的 一般的小盒子 我們重頭戲來了 哦,我們開囉 要怎麼打開好了 讓我們打開 Oh my god 這個超大顆的 沒跟你開玩笑 看到了沒有 哇,終於掉下來了 電池 就是這樣子 看見了沒有 它還可以調整這個 裡面這個頭具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太小 可以拉一下 好 有沒有 沒有 然後它好像 喔 電池已經內建好了 按一下就會發亮 是不是 它應該是裝在 裝在這裡面 然後需要用那個 需要用螺絲把它打開才可以裝電池 它已經裝好了 戰術手電筒 長這樣子 有沒有 會不會亮呢 這等一下才會 才會亮到裝電池 好,有了 它這個是還會附贈電池的 好 算有點模糊 大概你沒看得出來就是電池吧 看一下會不會亮在鎖 好 答案是會亮的 好 這上面還印這個 TF2的這個 好,Logo 好,我們看一下怎麼放 這樣丟就丟了 哦 就這樣子 放完之後 然後你可以把頭盔放在上面 讓它展示一下 那之後呢 你們看到這個頭盔有沒有 這邊呢 側面呢 這個地方 是可以打開裡面裝電池用的 這主要是讓這個頭盔整個燈變亮 燈光變亮這樣子 那把它往旁邊拔下來了 一樣是用螺絲把它打開 原來最後這 最後這三顆電子 是用在這邊 我懂了 先看看有沒有聲音 哦 按了一下之後它就發光了 看見了沒有 重點是這個帶上去還是看得到喔 重點喔 然後看一下語音 聽不懂 非常好 然後呢 它這兩個側面呢 這邊也有燈光 上面也有燈光 按了之後側面也有燈光 兩層燈光 是不是 裝的電子就有燈光了 這一個呢 是裝在這個地方的樣子吧 有滑軌 過來看到這邊有個滑軌有沒有 它是可以把這個手電筒呢 有沒有看到它會亮 可以把它就是 靠在這旁邊 你會覺得非常的亮 而且 是一個套裝的概念 最後一樣呢 就是這一個了 這一個也是可以套在旁邊的 有沒有 這樣整個套裝這個效果就完成了 有雷射 有燈光 還有雨衣 我們現在廢話不囉嗦 功能全部都介紹完畢了 我們直接把它套上去 好了 各位兄弟們 你看現在我已經大家都頭盔了 有沒有 現在已經是一個鐵域了 是一個勇猛善戰的戰士 我還聽得到裡面的聲音 有沒有 超低 只是呢 要熟悉一下自己 裝的位置在哪裡 看不見 按一下 講到自己是泰蘭江里裡面的鐵域 庫薄 BT7274 你在哪裡 非常的幼稚 非常的幼稚 我的視線呢 只有前方而已 左邊跟右邊都看不清楚 非常好 在關掉的話呢 明明講講會更清楚一點 天啊 但是呢 我只能說 帶在裡面其實是蠻悶的 你想要展示呢 唉 直接套在裡面就好 你也可以這樣子放的 就這樣展示出去就好 放著直接展示 也是非常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這雷射可以放旁邊 OK 好 把這燈關掉 省電一下好了 好 就把它放在我們這裡 呃 這個基本上已經 真的是已經絕版了 好 已經就是停產了 那剩下大約 七八十組的樣子吧 那基本上 大概應該 廠商跟我講說 是全網裡面 算是最便宜的吧 因為被 運過來我們台灣 大概這個價格優惠 是國外的 將近一半的價格 如果呢 你們是個COSER 你們很喜歡辦 這個 泰坦加零二的鐵玉 或者是說 你們有四個收藏屁 想要收藏這個 已經停產的這個 產品的話呢 好 我的影片留言下面呢 有這個 購買的連結 好 OK 那麼今天的開箱 就先到這裡為止啦 如果你們喜歡這些產品的話呢 記得歡迎去下面購買 齁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了 好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開箱再見啦 掰掰